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其中,奔比德狂轰,36分7篮板,全场17投10中,在波尔金吉斯不在的情况下,脚翻独行侠内卸,但本场拿下胜利,并不仅仅只是奔比德一个人功劳,作为76人的二当家,西蒙斯本场比赛的发挥,并不能用出色来形容,出战24分钟,全场6投3中,罚球6中2,仅仅拿下8分6篮板7助攻的追梦格林式数据, 而在今日的比赛中,人家追梦格林,还轰下18分,7篮板7助攻呢,表现力压西蒙斯,不过两人的共同点是,对于球队的作用,并不能单单用数据来表现,在高阶数据上,甚至是独一档的存在,最近的7场比赛中,西蒙斯场均仅仅能够得到9.8分,即使是整个赛季,西蒙斯场均也只能够得到15.1分, 罚球命中率,仅62.6%,甚至外界,根本没有投篮能力,单单看这些,你可能无法想象,这是一名全明星球员,NBA高管口中的,未来超距,不过他证明,即使是没有三分球,作为一名后卫,拒绝库里士打法,他依旧能够成为,一支球队的核心,未来联盟超距, 本赛季76人,迎来了质的改变,除去恩比德MVP级别的表现之外,同样离不开,西蒙斯的贡献,虽然场均只能得到15分,不过同时能够送出,7.7篮板7.1助攻,以及1.6强段,2米10的身高,让大多数后卫防守球员无可奈何, 本赛季当他和恩比德同时在场时,76人胜率高达80%,而在两人未能同场的比赛中,76人胜率刚刚过半,这就证明,除去恩比德之外,西蒙斯的作用也非常之大,同时,西蒙斯个人也非常享受自己的打法,在今日赛后,西蒙斯表示,我非常希望,能够用除去进攻之外的,一些方式影响比赛,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防守, 的确,西蒙斯防守端的表现,也无可挑剔,本赛季曾多次出现在,最佳防守球员防守的位置,76人的防守,高居联盟前列,正是以双星为核心,而在25岁以下,有望未来超距的球员中,西蒙斯高居第六,相比其他球员,西蒙斯证明,没有三分,同样能够成为超距,文言小白,N,他走了他走了,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阿劳务, 好棒